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储记 买回来的新鲜蘑菇不要总是拿来刷火锅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苹菇非常好吃的简单做法 做好的苹菇鲜嫩爽口,好吃又下饭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今天总共买了5块钱的苹菇 首先,咱们先把苹菇撕成稍小一点的块 不喜欢吃苹菇的朋友,可以用其他新鲜的蘑菇来代替 接下来起锅,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先把水给烧开 水烧开以后,直接倒入苹菇 让苹菇在开水中焯水一分钟 去除掉新鲜蘑菇里面的草酸 一分钟以后捞出沥干水分 接着,再准备一小块的肥肉切成薄片 两颗大蒜也切成薄片 然后,再准备两根红线椒切成薄薄的圈儿 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再增加一些小米椒 最后,再准备两颗小葱切成长段 接下来起锅,先往锅中倒入肥肉 用中小火慢慢地把肥肉炒香炒出猪油 炒出猪油以后,再放入蒜片和红线椒 把大蒜和红线椒炒出香味儿 炒香以后,再倒入苹菇 倒入一点点的盐,鸡精和白糖 10克生抽和半勺蚝油提鲜 最后,再倒入小葱段 打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十几下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 这样炒好的苹菇,清碎爽口,非常入味儿 一点异味儿也没有 用来拌饭吃真的特别合适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